本月初 北约削减俄罗斯常驻北约代表人数 并撤销了8名俄常驻北约代表团成员的常驻资格 俄罗斯近日对北约的行动采取了回应 当地时间19号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近年来俄罗斯提出了很多建议 但都被北约无视了 俄罗斯等待北约在改善双边关系方面 首先做出行动 因为俄罗斯没有做出任何有损于北约 欧盟 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行为 18号 拉夫罗夫宣布 俄罗斯从11月1号起 将暂停俄常驻北约代表处的工作 包括首席军事代表的工作 同时俄罗斯将暂停北约驻莫斯科军事联络处的活动 其工作人员的注册资格从11月1号起撤回 俄罗斯国家杜马已经正式批准了 暂停俄驻北约办事处工作的决议 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个事件的背景 2015年 北约对俄罗斯常驻北约代表团人数设定了30人上限 2018年 北约撤销俄罗斯常驻北约代表团7名成员的资格 并拒绝了3名俄外交人员常驻北约的申请 并将代表团人数从30人减为20人 而在本月6号 北约又宣布撤销8名俄常驻北约代表团成员的常驻资格 并再次削减俄代表团人数数量 从20人减至10人 北约要求被撤销常驻资格的俄外交人员需在10月底之前离开 那此次俄罗斯与北约冲突升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将对俄罗斯与北约关系造成哪些影响 我们来听特约评论员宋小军的解读 我觉得这一次完全是北约方面主动挑事 因为他说这8名人员没有申报他们军事情报军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所以把他弄走 这个完全是没事找事 那么为什么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正像这个俄罗斯方面这个副外长说的一样 就是他也经过了阿富汗战争之后 美国目前又有相当多的问题 而且这个现在有把力量开始向印太地区转 那北约需要来抹黑俄罗斯增加自己的凝聚力 现在是非常清楚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目前现在遇到的非常大的 无论是经济上的问题 还是这个国内政治上的这种撕裂 特别是包括他的财政开支到现在也没有 一直推到12月3号可能还往后推 等等等等这些问题 那么北约呢这个时候心里有一点慌 一个是北约在打了20年的这个阿富汗战争之后 灰头土脸 第二个呢俄罗斯呢通过这个新面貌军事改革之后 他的军事能力的这个精干和高效的部分已经非常凸显 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有点恼羞成怒 不断的制造这种事端来试图增加这个北约内部的凝聚力